国粹主义从何兴起 国粹之长 不我之短 不宜最新外国之文物 并其所短而易去之 并我所长而易去之 这标志着国粹主义的兴起 张泰言晚清国粹派是晚清时期所形成的一个思想文化学派 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派别 晚清国粹派以国学促进会的成立 和国粹学报的堪行作为标志 专门的组织是国粹保存会 专门的学处阵地是国粹学报 有周密的管理制度 组织本写国粹教科书 各省乡土教科书 勘课国粹从书 国粹从编 神州国公集 办国粹学堂等等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张泰言 刘诗培 黄涵 邓诗等 王国伟也曾有 国粹学报撰写稿界 张泰言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道 福国学者 国家所成立之源尘业 无文处竞争之士 除是国学不足以立国也 而无为文国学不兴 而国能自立者也 故今日之国学无人兴起 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 使不义士前世 危由及及乎 他们反对最新欧化 主张保全国学 以研究国学 保存国粹作为宗旨 他们提出国学 首当经史 阐述了深刻且具有文化 博首倾向的一种文化观 主张弘扬国学 批判军学 强调国学兴则国兴 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 因调和互部 这一思潮代表了晚清 各种文化思潮的最高水平 影响了近代学术的发展 国粹学报 国粹派从传统文化中 发掘自由 平等民主共和的观念 又柔知以西方资产 接近民主学说 把西方民主学说 和中国国学民主因素 联系起来 更有利于外来的民族思想 在中国的传播 将西学新知引入传统的 学术思想文化领域 推动了传统学术思想文化 走向近代化方面 参考人县 一 田松烟 国内近十年来晚清国脆派 研究竖品 山西诗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27 二 曾光光 刘远波 晚清国脆派政治思想解析 贵州大学寻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17 三 马燕 晚清国脆派文化观研究统数 新一代下半月 2011年87 编辑诗其别必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